B7一个空置,你可以找B3逗点 中间用逗点的方式把它隔开来 所以一个range,你要做清空 你也可以,不用多那么多行 中间加逗点也可以 只是这种方法,当然跟上面的方法结果是一样的 单号再加1 所以这个地方提供给各位参考 如果你要去试试看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地方复制Ctrl-C 再切到我们刚刚的这个销货单这边 那你可以怎么样,把它在那个我们的这个VBA里面 这个地方把它看一下,把VBA这个地方打开把它贴上 这地方把它贴到那个我们的VBA程式里面 然后可以实际上run一下,看一下它的那个最大的差异就 这个销货单 那你可以把这个地方贴到底下 那如果你不太懂的地方 你可以这样设个中段点 跑跑看,比如说我今天一样 有个客人 定了一个资料,那我一样去输入一些东西 输入完之后呢,那我刚刚是用新增 那我现在不是用这个,我是用正列的方式的话 那我可以直接从这边,再贴上之后 弄个这个订购 然后呢,我中段点设在这里 因为我可能在这个地方比较不了解 我可以直接执行 它一样呢,会去消货迷系 先知道说到底是第几列 然后再来怎么样 再来就是说呢,我就再切回到消货迷系 去把资料搬过去 那这个时候呢,我这个时候在A刮虎里面 这里就有放一点,消货单就把它放进去了 然后一个一个萝卜一个坑放进去 好,那可是问题来了 你怎么知道正列里面到底放什么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将来你如果想要知道正列里面放什么 你可以在A的地方选起来 按右键,新增监看式 这个所谓新增监看式 就是你要监看变数里面到底放了什么 不过前提是你在中段模式 就是组航模式 新增监看式 然后按一个确定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发现底下有个监看式 而且会多出一个眼镜 有个加号,展开来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A0,有没有,放这个 A1,也就是说 目前呢,正列里面呢 放了什么东西 就会一清二楚了 也可以透过这个部分 去监看你正列里面 到底放了什么 有时候如果 程式会发生错误 主要原因是 正列里面也许你放了不该放的东西 或者是什么 根本没放东西 那你要输出 当然会产生错误 所以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透过什么 新增监看式 去监看什么 监看正列里面到底放什么 但是这个毕竟稍微难度 会比刚刚来的多一些些 但逻辑上面是差不多一样 只是说 你多了一个正列 去暂时存放东西 等到暂时存放东西之后的话 再切到消货名气 再一笔一笔写过去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它 就是多了一个什么 有点像剪贴簿吧 不过剪贴簿 只能放一个东西 正列是可以放多个东西的 然后再把它通通写过去 写完之后呢 再切回去 再清空 OK 然后再单号再加一 再结束 其实做法上并没有不同 只是说 要不要用正列的问题 为什么我会改写 本来我原来早期的交法是用正列 可是后来发现 同学比较容易卡住 所以后来我才会衍生出上面的交法 但是哪一个比较好 其实没有什么好不好 写完就写出来 没有错误才是最好的 因为你老板也不会看你程式怎么写的 反正跑得出来就好了 那正列它的好处可能有一点 也许在效率 效率上面有时候会比较好一些些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斟酌拿捏一下 有关正列部分 再多补充一个 这个问题 另外呢 同学有提到有关那个 除了我们这个问题之外 在我们的其他补充範例里面